各位好 我是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解说员刘家瑜 布鲁湾台地是利物西下游大型的双城河街地 布鲁湾是泰鲁阁语回音的意思 过去是泰鲁阁族人聚居的部落 在当时有两个家族分别在上下台地建立他们的部落 后来日本政府来台之后 将他们迁移到利物西河口的平地居住 在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成立之后 将部落湾台地设立为部落湾管理站 并规划成具原住民文化特色的园区 在下台地我们有游客咨询服务中心 公益展示馆还有简报室等等的设施 波罗湾台地原来是利物西的古河道 由于若干年前在利物西的下游 曾发生过一次大摊坊 大量土石堆积 完全阻绝了利物西的河道 形成天然坝体 由于溪水无法宣泄 便逐渐积聚形成烟色湖 从利物西上游夹带下来的大量泥沙与历石 也堆积在湖底 渐渐堆积达160公尺的厚度 后来由于这座天然坝体 无法承受湖水的压力而溃堤 吸水宣泄 原来的湖底显露出来 便形成今日的上台地 之后又因为利物西的下切作用复活 下台地便逐渐形成了 这里是环流丘公园 位于部落湾下台地的边缘处 一般来讲 河阶地大多是平坦的历史城 但这里却出现了许多巨石 和对岸的岩石相比对 同属于片麻岩 这也正是利物西改道 形成环流丘的证据之一 在这里泰鲁阁国家公园 为了方便游客观赏 设置了木栈道 并设有观景平台 及休憩凉亭 适合在这里观察地形 植物昆虫生态 也可以俯瞰西畔蓝水坝 及利物西峡谷 这棵树是白基油 又叫做光蜡树 仔细观察它的树干 可以看到树皮上 有像云朵一样 不规则的剥落 这就是它的特征 在春天的时候 可以看到开满一树的小白花 在阳光冲突的裸檐地 也很容易发芽 环流丘和接地 从泰鲁阁族到现代的人文发展 难得的热带季风 雨林生态环境 以及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着手培育的台东火刺木 金花石蒜 双花金丝桃等等 都是部落湾 最值得深入了解的特色 部落湾可以说是一个 兼具地形生态及人文价值的地方 欢迎大家来走走